歡迎收看 醫學大聯盟 讓我們為你解決 生活大小事 聰明過生活 我們現在人家中 最重要的家務是 除了煮飯之外 應該就是 對不對 但是衣服人人都在洗 洗衣機家家都有 你洗衣服的方式 是正確的嗎 如果不正確的話 除了衣服會越洗越髒 所以我們的身體也會造成 所以今天這一集 要好好地收看 讓我們幫你把 當然 今天的優勝隊伍 可以把我們的精美好禮 帶回家 你們知道今天送的有多好嗎 為什麼 為什麼 是什麼 對 加油 加油 這是最新的 對 你要不要下來主持 沒有 你怎麼那麼輕易 都把主持人給你講 你要考慮過老師的感受 我也想要 老師根本拿不到 他們沒有機會拿到 好 首先介紹 全部都答對的 Ben哥 果果 哈囉 KIDA 每題都要對的 徐小可 陳彥嘉 嗨 妳好 妳好 對 當然節目當中非常重要的 專家談 家庭大人 陳彥琦老師 哈囉 大家好 解診科醫師 張士恆醫師 大家好 一檢師 網目沒一檢師 好 節目一開始 剛剛我問到說 洗衣服方式是否正確 大家都有點汗顏 我先問一問 你們家裡放在浴室的毛巾 多久會洗一次 5到7天 5到7天 3到5天 來 我大概是一個禮拜 或兩個禮拜才會洗一次 你跟他好像住在不一樣地方 沒有 我先讓他講 因為他一定不太了解 因為他你在洗 老巾 我當然了解 為什麼不了解 是我在擦的 第一個是 你的浴巾不放在浴室 因為擦完都會濕 所以我就會拿出去外面 把它晾乾 所以基本上 我們家的浴巾 是不放在浴室 如果要浴巾放在浴室 你可能兩天就要洗一次 對 有概念 不愧生了三個孩子的媽 這兩位年輕人 讓我們可以說 一個非常殘酷的現實 是 你放在浴室的毛巾 只要超過兩天沒洗 如果你還把它拿來擦臉的話 那你臉上的大腸感覺 會比馬桶還要多 兩天要洗浴巾 被大腸感覺圍攻 來 我們請 商醫師我們先說 國外做過一個研究就是說 我們用不管是小毛巾 或者是說浴巾都是用來擦身體 是 我們的皮膚其實是帶細菌的 它就會把這些皮膚上的細菌 就是說把它保留在毛巾裡面 對 再加上如果你這個毛巾是放在浴室 又沒有每天洗的話 浴室裡面的濕氣 很容易讓這些細菌繼續滋生 所以說其實 不管是大小毛巾上面帶的菌 可能都是很多的 國外曾經做過一個研究 就是說他分析一下 這些居家的髒毛巾 把它全部拿來看 看一下上面到底帶了什麼細菌 這樣子 他們發現大概 超過90%是帶著我們大腸裡面的細菌 它不只是大腸桿菌 還有其他的一些 像 其中大概14個% 是可能會讓你生病的 大腸桿菌或者是 14個% 所以的確就是說 的確髒的毛巾跟孕巾 有可能會讓你生病 所以這個要均衣 所以放在浴室的毛巾 不管大毛巾 小毛巾 記得兩天一定要洗一次 好 好 那你們多久洗一次衣服 衣服 衣服我們家因為人口眾多 所以 差不多一定要洗兩次 五個人 六個人 現在每天都要洗 一蘭治兩蘭的衣服 所以基本上每天都要洗 而且冬天衣服更厚 對 我就5到7天 5到7天 好小 我就等到那期 自己住是不是 對 自己住 等到洗一蘭滿了才會洗 但是那個貼身衣物 就是每天直接穿完就洗了 我也是四到五天 就覺得說一起洗比較方便 對啊 不是水方便 陳安琪老師 我們的衣物到底要多久洗一次 才是比較健康的呢 應該正確來講 只要有碰到我們皮膚的 例如說內衣褲 或是一般的上衣 其實你要有穿過 就一定要洗 對 像外套 你不是直接接觸到皮膚 或是你外套可能穿的時間 沒有那麼長 你可能可以例如說 穿個三次再去洗 也無妨 但是只要有貼到皮膚的 這個就一定要每天換 當然最好是可以每天洗 因為像你有時候覺得冬天 或是吹冷氣 你覺得沒有流汗對不對 事實上我們還是有汗水在蒸發 那你那些汗水 其實我們皮膚上就一定會有細菌 然後它又附著在我們的衣服上 那你衣服你回去換了之後 你不可能一件一件亮開 你一定全部堆在那裡 那你全部堆在那裡的時候 就是你有細菌 然後你又有濕氣 那個就是 細菌培養米 所以你放的時間越長 就可能細菌量就會越多 越聽我越覺得 你越不會 沒有 妳說我有 覺得我才可怕了 你們兩個 又是那個大腸感染的 跑到你們身上 不要 所以有些人就是習慣不好 就是放一個禮拜 像有單身的人 可能就 放一個禮拜 沒有 我們這比較習慣 這叫 勤儉持家 好嗎 勤儉持家 省水嘛 對不對 因為像我穿睡衣 我就想說 我都是洗乾淨的 我才換上睡衣 那我也只有躺在床上而已 我差不多四 五天才會洗一次 我會洗 睡衣 所以這樣講的話 睡衣也要甜甜洗 可是因為還有一些皮屑的問題 而且我們睡覺也是會流汗 怎麼那麼麻煩 沒關係 洗 裸睡臉味 才可以裸睡 她還會天天洗床單 睡了 床單也要洗 你會洗越多 好麻煩 對 衣服到底要怎麼洗 才能把對身體有傷害的這些 物質通通徹底洗乾淨呢 答案就在我們今天的 百人名調搶答題當中 來 準備了 好 開始了 聽到請搶答就按鈴 好不好 為了今天的精美好禮物 我看今天的競爭 一定會非常激烈 請問 衣服洗不乾淨 容易惹來哪些疾病上身呢 而在百人名調中的前五名 又是哪些呢 到底是哪些呢 到底是哪些呢 猜中越讓人意想不到的答案 真的 越 越得到的分數會越高 請搶答 好麻煩 Yes Yes 妳看到嗎 我有 我有在跟 我有在跟你跟 皮膚 皮膚過敏 皮膚癢 皮膚癢 皮膚過敏 皮膚癢 很直接 對 滿滿 就皮膚接觸皮膚 剛剛剛剛聽陳菀老師講 我就癢 我都癢 很可怕 皮膚過敏 皮膚癢 這個答案有沒有上榜 OK 我們上榜了 可以 10分 可以 可以 加油 這些清潔劑 如果留在你的衣服上 為什麼會對衣服造成一些危害呢 甚至導致皮膚炎 為什麼 因為清潔劑 大部分它的成分 一定含有一個東西叫 介面活性劑 介面活性劑有兩隻手 它一隻手是牽油 一隻手是牽水 對 所以它可以把油跟水融在一起 然後把油帶走 可是介面活性劑 如果說你沒有洗乾淨 讓它留在衣服上 那你又穿了這件衣服 那剛好它又是很貼身的衣服 那這個介面活性劑 會繼續清掉你身上的油脂 它會帶走你身上的油脂 隨著你的汗 因為它 畢竟是有清潔力的東西 對 所以你身上的油脂 你不希望老是一直被帶走 因為油脂對身體還是很重要的 所以說你的油脂 當不斷被帶走的時候 就可能引起皮膚炎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介面活性劑 它可能本身也是一個過敏物質 所以過多的話 它會造成一些皮膚過敏 或是接觸性的皮膚炎 其實我自己之前就是因為這樣子 我有意外地發現到 像我們冬天 這袖口跟袖口的接縫處 不是都會比較深嗎 對 我就覺得我洗完了 但是怎麼有白白地在裡面 然後摳出來之後 才知道裡面都殘留的 都是洗潔精 意外地才發現到 其實我的手跟脖子裡面 都癢了很多天了 然後很不舒服 有了小朋友之後也發現 在那一陣子 因為冬天的衣物真的很難清洗 因為它比較厚 所以變成說我比較 就要單件 它的量數就要變得很少 更少了 你在洗的時候有時候攤快 然後沒有那麼多時間 就丟進去 小朋友其實都很容易 因為小朋友皮膚更薄 對 因為小朋友開始癢 他就說媽媽 我皮好癢 我說對 你就是皮癢 皮癢 你這樣跟我講這麼多幹嘛 是當你爸 揍一下 對 不好 我真的是皮癢 皮癢 對 然後才發現到 原來其實衣服洗不乾淨 或是像醫師講的 就殘留物 真的會造成很大的傷害 對 皮膚 我以前是自己 因為自己住 然後就是女生就喜歡香香的 喜歡穿出去衣服都香香的 然後就是我 那時候沒有去想 有沒有洗乾淨 我就覺得洗衣服好像越多 越乾淨 然後我就覺得 倒很多 那個絨香精也很香 就倒很多 然後就洗完之後 覺得好香 然後結果回去之後 這邊紅一塊 這邊紅一塊 馬上就過敏了 真的 對 真的 這些用計 用量都要 斟酌 對 請搶刀 你玩嗎 太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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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是 我真的不是壞的 怎麼那麼快的 我真的壞了 彥佳很厲害 他好專注在看你的穿 對 他超級專注 他這樣 好 我都有點害羞了 我都有點害羞了 所以我整張臉都是大腸感覺 真的是 我還是很會搶刀的 真的 好 這樣子 不要遠一點 我覺得接下來 應該會往 稍微在體內走一點點 體內 體內 體內就不會壞了 我們是同一隊的 你說她的大腸感覺嗎 對 可以丟 可能會造成 這麼嚴重嗎 怎麼掉了 因為內褲 男生的內褲通常都不會 女生可能還會自己手洗 但男生內褲是直接洗的 所以它可能會影響到的地方 可能就會比較嚴重 對 如果是 因為 那邊可能更容易 而且孕婦也不好 就是孕婦如果洗不好的話 我們之前有看過報道就是 他們要把衣服洗乾淨 否則對那個寶寶也是不好的 孕婦 孕婦 這一對好像很專業 講得頭頭是道 真的假的 孕婦 孕 這個答案有沒有上榜 孕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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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活潑 剛剛小可講到精皮毒 是 為什麼精皮的毒 跟你直接吃下去的毒 精皮的毒有時候反而更毒 是精皮膚吸收的毒嗎 為什麼呢 同樣一個東西你可以用吃的 你可以這樣貼在皮膚上 從皮膚吸收進去 對 差別在於就是說 我們如果說一個有 不好的化合物 或說有毒的物質 被我們吃進去 它會先經過肝臟 肝臟會經過比較初步的解毒 所以它比較不會對你身體 造成太大的危害 是 精皮不一樣 精皮一個藥物 不管是藥物或說有毒的物質 從你的皮膚吸收進去 立刻就到你全身了 不用經過肝臟了 有一些介面活性器 就是很容易經過皮膚吸收 其中有一種介面活性器就是說 懷孕期的婦女 如果說 因為介面活性器 在體內過度累積的話 會發現她的籃子 比較不容易成熟 如果真的懷孕了 流產的機會 或是基胎的機會 好像也會比較高 因為這個是要注意的問題 對 不過講一個 如果說你洗得很乾淨 它全部進到環境裡的話 它還是會回到你身上 這個叫環境荷爾蒙 是 它也是容易讓一些 就是青春期以前的小女生性遭受 或者是造成男性 女性的 不孕症的問題 對 因為環境的保護對我們來講 也是很重要的 真的 請搶答 好險 妳要搶答 妳要搶答 應該是 呼吸道相關的 呼吸道相關的 因為吸進去對不對 那個味道太嗆也 因為我就是由旁邊經過吧 反正就想的都是皮膚的問題 但是他們就有往體內走 我剛才就想一下 我以前自己真的洗 我不是都洗得很香嗎 就鼻子真的會有一點 嗆嗆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可能會經過體內 太香了 呼吸道 自己切身之痛 對 呼吸道相關 不是吧 應該是沒有吧 第一個吧 第一名吧 21分 想到其他 好激烈 好激烈 好多美解釋 最新研究發現就是 新冠病毒 其實它也會存在我們的衣服上面 真的嗎 甚至可以長達兩天 對 因為這是 新冠病毒是透過飛沫傳來 對 但是當你如果像咳嗽打噴嚏 你用你的衣物遮 那這時候病毒 有可能會殘留在我們衣服上 特別是那種不透氣的衣服 對 或是塑膠材質的衣服 就會讓病毒停留在我們的衣服上面 好 所以回家就是建議 一定要換一套衣服 對 也要像剛剛嘉世大人說的 就是要盡量就是每天清洗 因為我們很難知道說 我們從外面帶來多少病菌 然後有一些病毒 是不是就是可以 經由飛沫傳來到我們的呼吸道裡面 像我說清洗的時候 我覺得鼻子刺刺的 主要是因為你清潔的這個 清潔劑可能是有化學成分 這也可能會影響到我們的呼吸 這是另外一方面 不是因為衣物本身的病菌 就是你清潔手用的清潔劑 對 所以兩邊都要注意 就是衣服一定要定期洗 然後選擇清潔劑也很重要 真的 聽起來吧 喂 真的 喂 很棒 你真的超強 好 我剛才想到一個 剛才其實張醫師有講到 就是 好緊張你們兩個 現在只有五分之差 你知道嗎 因為往裡面走了 很多東西不會經過肝臟的話 不會經過器官直接到血液 那就是應該會造成 膝血管的問題 對 所以膝血管的影響就會造成 膝血管的疾病 對 沒錯 你老公完全不認同你說的話 太扯了 怎麼可能會有 你有傷口 你就不會用衣服去弄它 不一定要傷口 你罵我怎麼 他就是 他就傻 我就傻 我就傻才會請你 我會跑到血裡面去荒唐 我試一試嗎 我剛剛都講了 他都對 他都講了 心血管疾病 這個答案 有沒有上榜 可以 可以 30分 30分 來 張醫師 為什麼 洗不乾淨的衣服 可能有心血管疾病的疑慮 這個跟一個物質有關係 它叫做 大家有沒有聽過 三綠沙以前是很普遍 存在任何的香皂 沐浴乳 這些清潔用品 不管是洗人體 還是洗環境 洗衣服的 可是在2016年 美國的FDA 把三綠沙禁用在那種 直接接觸人體的清潔劑 禁用 像是肥皂 沐浴 洗髮精 那個就不能用三綠沙了 因為那個是直接接觸人體的 可是它沒有禁用在一些 譬如說清潔劑 譬如說洗廁所 洗浴室 還是可以用 或者是洗衣服的 那個還是可以用三綠沙 台灣也還沒有完全禁掉三綠沙 意思就是說你如果沒有完全洗乾淨 三綠沙的話 譬如說一些毛巾 它很可能就會 讓你不小心吃進去 三綠沙這個東西 有人用老鼠做過研究 他發現老鼠只要接觸到三綠沙 只需要過20分鐘 他心臟的縮縮力就是下降了 20分鐘 明顯地下降 2017年 緬英州大學的一個文章 他是講到就是說 我們研究了這麼多三綠沙 可能對人體的危害之後 我們是建議就是說 在三綠沙的疑慮還沒有被完全排除前 我們會建議 要不要使用三綠沙 必須要重新評估 當然我們可以從自己做起 就是說你在選購 墨魚乳或是清潔劑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那種 不含三綠沙的東西 因為牠的確在動物實驗 對心臟還有心血管的健康 有一些疑慮 你看 沒有看今天節目你都不知道 真的 你怎麼沒洗乾淨 竟然跟心血管疾病有關 怎麼可能 清場堂 Yes 嚇死了 漂亮 沒有了 最後一題了 最後一題了 但是我們沒有太多答案 沒有太多答案 剛剛裡面的也都有了 心血管疾病都有了 你剛剛還沒有知道心血管疾病 我覺得 而且他完全不認同 對啊 不認同 真的 我覺得有可能是 會引起泌尿道的感染 對不對 因為女生的內衣內褲 可能都自己洗 對 自己洗可能有一些殘留在上面的話 那你直接接觸到 怎麼辦 尿道感染 果果 認同 認同 因為突然想到 女生自己洗 那通常一定是洗最重要的地方 會覺得那邊可能會比較髒 或什麼的 就會特別洗那裡 那可能沒有洗乾淨 就直接接觸到了 對 好 泌尿道感染 這個大家有沒有上榜 答對了 好 木美 解釋 對 如果天生衣物就是內褲 如果沒有洗乾淨 它會進由尿道 進到我們體內 因為我們所說的泌尿道 其實包括四個部分 就是最外面的尿道 再來就是膀胱 往上還有輸尿管到腎臟 所以細菌的感染也是從外往內 而且越到腎臟會越嚴重 女生又比男生更容易得到 泌尿道感染 因為女生的尿道口 離膀胱距離就比較短 所以尿道比較短 加上女生的尿道 離我們的陰道跟肛門也比較近 也會可能會帶到 陰道或肛門的細菌進來 對 泌尿道感染的原因很多 我就分享一下 就是我在大學時期的時候 也有得到嚴重的尿道感染 那是因為那時候我住校 然後我們是四個女生 一間宿舍 我們是有公用的洗衣機 然後要投幣 雖然20塊很便宜 但我們那時候學生 就常常為了要省錢 就會大家的衣服累積起來 好 大雜會 大雜會 真的 也沒有注意到自己的天生衣物 所以就因為這樣 後來發現自己很常品尿 但每次去上廁所 就也上不太出來 然後到時候又會 發炎了 有點肌肉痠痛 之後甚至血尿 去看醫生 然後他幫我分析才知道 原來是這些清潔沒有乾淨 這樣一些生活習慣的問題 今天女生要特別注意 對 女生要特別注意 那我們來看看一般的街訪民眾 對於如果衣服沒有洗乾淨 會有哪些疾病 找上門的了解有多少 請看VCR 請問衣服洗不乾淨 容易惹來哪些疾病上升呢 我覺得是 呼吸道感染 我覺得泌尿道感染也是有可能 因為像褲子沒有洗乾淨的話 結實到就會有細菌 可能是皮膚鹽 那個洗衣粉 有時候加太多了 它沒有完全溶解 沒有洗乾淨的話 可能會有產生 尿道感染或復刻的疾病 皮膚鹽 因為衣服跟我們皮膚是 最接近 最接近的 應該是洗衣精的殘留化學物質 所以導致 我覺得是皮膚鹽 泌尿道感染 皮膚鹽 我覺得生殖能力會下降 我覺得是皮膚鹽 因為就是 衣服洗不乾淨 上面可能會有一些細菌附著在上面 直接 就是藉由穿衣服這個方式 會直接影響到皮膚 可能就會感染到之類的 大概就是 呼吸道感染的問題 因為如果衣服太香的話 會導致呼吸道的過敏 通常我洗衣服的時候 洗衣精跟柔軟精放多少 我都是憑感覺 因為很難拿捏 所以我都會多到一點 因為泡泡多一點洗得比較乾淨 你覺得這樣對嗎 沒錯 對 很多人都很困擾對不對 對 洗衣精 柔軟精 到底要放多少 什麼時候放 相信很多觀眾朋友也還無沙沙 來 你們都怎麼放 你怎麼放 隨便放 我是那種就是把洗衣籃抓起來 然後就是會有一種感覺秤重 然後秤重完以後就覺得說 OK 差不多大概就是 2分之1平 或者是差不多 2分之1平 平蓋 平蓋 我要離開它旁邊了 對 大概是這樣 平感覺 用自己的重量 秤重 來 果果 我也是平感覺 平感覺 對 感覺走這樣子 我們都沒有看到瓶子 後面有標誌 有標誌 有幾量 就是它有說它有那個刻度 但重點是 它們都是那個例如說幾公斤 倒多少 但我不知道我的衣服幾公斤 我也不知道幾公斤 它會說幾公升的水 對 而且它會說你的洗衣精 你的洗衣機 例如說是滾筒的 或是直立色 你大概丟進去的時候 衣服大概滿到怎麼樣 倒多少就好了 可是因為我都是 因為我衣服很多 所以我會把它壓得很紮實 對 所以每次招的量 也都是很感動在倒 對 原來也不知道 而且快滿了 它還把它往下 對 壓到8分滿 我把浴巾這樣吹進去 因為畢竟她一個禮拜才洗一次 對 但我覺得要看 其實要看 第一個就是洗衣機 第二個就是你的衣服的量 所以一點點的洗衣機 其實就很夠 這樣不會洗不乾淨嗎 洗衣機 這樣會很不禮貌 我也是 我也是 我很追求那個洗完一定 香香的感覺 我很要有香味 沒關係 我們真的很難在 單身女子跟三個孩子的媽 中間打到一個平衡 你走過的路 你慢慢走 我們來詢問我們專業的家事達人 好不好 安晴老師到底怎麼辦 太困擾了 洗衣服 洗衣精的量 其實正確就是要看每個廠牌不一樣 因為有些是濃縮的 對 有些濃縮 有些是一般 那你就要看它一般建議的量 所以你買完之後 你就要看一下說 你到底量多 量少 你自己要去斟酌 對 可是我覺得這個有點不方便 是因為 像有一些年紀比較大的老人家 就很難去搬過來 然後在那邊看那個小的字 那我怎麼知道說 對 我家的洗衣機是哪個牌子 然後需要它是質地式的 還是滾筒式的 它要放多少的洗衣機的量 比較難 我覺得太難了 傷腦筋 會有方便一點的方式嗎 當然有 現在就有一個日本的 知名家電品牌 他們就有推出一款 聰明的洗衣機 它就有一個 洗劑量自動精準投入功能的 這個洗衣機 所以我們就不用擔心說 這個洗劑量要怎麼加的問題了 超棒 對 什麼是 洗劑量自動精準投入 它自己會加 對 我們來可以看一下 是什麼樣的新功能才請注意 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叫做 洗劑量自動精準投入功能 好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家聰明的洗衣機 它有兩個盒子 一個是洗劑的 一個是柔軟筋的 我們每次買回來 洗衣機跟柔軟筋 我們就看一下它後面的說明 看它是濃縮的還是一般的 然後就整瓶加進去 整瓶 對 整瓶 就全部加進去 然後蓋起來之後 接下來你只要 設定好之後 你每次要洗衣服 只要按了電源 再按啟動 它就開始洗了 大家又問問題 那機器怎麼知道 我現在要加多少的洗衣精 或者是手軟筋精 對 這是它日本的最新技術 是 它就有一個AI的感測 它知道說 你的衣服有多重 你的水溫 你的水溫到底有幾度 對 然後你的環境是幾度 然後它就會自動去找一個 好聰明 最適合的水量 跟那個洗劑 是 你就不用每次在那邊倒來倒去 然後到底多還是少 你搞不清楚 我覺得這樣還可以試 是 即使說我前一天洗的衣服量 比較少 它會自己 它會自己去偵測 它自己感應 對 自己偵測 好有智慧的洗衣機 超級方便的 而且它的容量超級大的 它容量 它可以多一個人 對 基本上這洗我們家一家五口 的衣服夠 這個非常厲害 對 而且它的這個柔軟筋 可以加到320ml 是 洗劑的盒子 它可以裝到700ml的洗衣機 就是可以洗很多次 很錯的衣服才需要再去加 所謂的洗劑 太方便了 我們剛剛前面有提到 我們要如何洗衣服才能夠 避免洗劑的殘留 對 其實就是把它 很重要 就是用水去大量地去沖它 然後清水多沖幾次才會乾淨 對 那這樣不會很耗水耗電嗎 對 就是很多主婦的心聲就說 那我這樣很耗水 省電要省電 然後有時候洗完就覺得 衣服好像黏黏的 是 我又再 我又再加水 對 然後 我就一直加水 然後一直洗劑 然後又要脫水 然後又再加水 那其實就是很耗水 耗電 耗費 耗費時間 而且很耗時間 對 而且我們常常聽到一些媽媽在聊 對 老公跟小孩的衣服特別呢 對 媽媽 我跟你說 你好好講 你好好講 因為小朋友的皮膚比較細了 那老公會出去嗎 加上男生的皮質有時候 分泌的真的會比較多 對 比較愛運動 比較愛運動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 像他打完球從球場回來 那種衣服我都覺得 你要不要就直接穿一次性的 出去就丟了別人 不行 那就很不好 不行 那就很不好 男人味 沒有 但是有的時候跟小朋友一起洗 就變成說 我小朋友要先洗 然後洗完之後 老公再丟進去洗 但是洗完之後 還是有一些紅土什麼的卡在裡面 所以就變成 一台洗衣機 感覺它就是重複地在裡面 感覺就是髒在裡面再繼續洗 一直在繼續洗 一直在繼續洗而已 所以小朋友跟老公的衣服 就是要洗乾淨也很困難 真的很難 所以這一款聰明的洗衣機 它就有 聽起來好厲害 雙窩輪 對 它強勁水流 它的水流不是只有 我們這樣看到的左右這樣轉 它也可以上下的水流 然後還有 它還會像瀑布一樣 由上往下衝 對 所以很漂亮 所以就是利用這個強勁的水流 可以幫它可以 深入衣服的纖維裡面 然後可以把一些污垢 然後洗劑的部分 把它沖洗得很乾淨 重點是它可以找到一個 最適合的水量 因為有時候我們都不知道 到底多還是少 對 真正 它因為它有一個自動的偵測系統 所以你可以找到一個 最適量的水 就可以把衣服洗得很乾淨 我真的覺得水流 沖水是真的很重要 因為你有看過 男生拿很多糖褲進去 你要拉的時候 他都整個打進去 對 然後到褲館的尾巴的時候 其實都是殘留 都是渣渣 對 因為它根本沒辦法完全展開 就是因為它水流 是同一個方向 一直滾 一直滾 所以它的強勁水流就可以把 很輕鬆 可以把衣服上面的污垢搓揉掉 對 所以也不會糾結在一起這樣 我想抱她一下 超厲害的 妳是想抱她 妳們是想抱她回家嗎 她也是想 妳想抱她一下 而且她利用水流的方式 把衣服洗乾淨 然後還能省盒包 省水省電 是 真的很棒 很厲害 它還有什麼特別的關係 因為我覺得這台洗衣機 我覺得很適合現在很忙碌的家庭 怎麼說呢 因為它就是一個很省步驟 我全部都設定好 我就是按了 就可以清洗 因為它洗劑是一次補充 我可以整瓶就倒進去 所以我家裡就不會有些瓶瓶罐罐 真的 搞到陽台跟洗衣房就很亂 然後又容易藏物納垢 我也可以請家裡的幫忙 對 例如說可能小孩在家 那我就可以請小孩 你就按就好了嗎 叫他按哪一個鍵 對 家裡人的長輩也可以幫忙了 有時候我們在那邊看容量 到底要倒多少 對 有時候我們要請老公 請小孩洗衣服 他說我不會洗 我不會洗 我不知道要加多少 怎麼辦 他現在聰明一洗 就按了電源 按了他就會洗 對 只要第一次設定好 對 如果說有時候單身 單身說沒有人幫我洗怎麼辦 哥不會 現在很聰明 因為我有看到他有Wi-Fi 真的假的 真的有 遠端控制 對 你看 像它就有APP可以下載 然後我可以 直接調度上面的遠端遙控 我就可以去設定 我就可以遠端遙控去設定 對 說我要什麼樣的洗塵 然後洗衣服的狀況 然後他還可以設定說 我想要在幾點洗完衣服 好聰明 還可以這樣子 所以我收工完回家衣服 已經都洗好了 沒錯 我只要拿出來把它晾乾就可以了 因為以前的人都說 我就出門就洗衣服 然後就讓他衣服泡著 洗完的時候 已經隔了六個小時 衣服已經臭掉了 那個衣服濕濕 滿在裡面都臭掉了 現在你不用擔心 你衣服就丟進去 好棒 然後你就可以出門了 回到家衣服就洗好了 對 他家裡面 他有時候回到家都很晚了 他在洗衣服還要等他洗好 對 對 但是唯一有一件事情 一定要告訴大家 就是如果家裡面有長輩 一定要說 我是用遠端遙控的 不是 假的 假的 不然你還仰臺 我不敢出氣 怎麼這樣 現在幾月 對 這需要先告知 好聰明的機會 謝謝安晴老師 謝謝 好 我們這個階段也要恭喜 全部都答對 你們得到了 40分 我們都來了 60分 你怎麼會用 60分 狂風在身上 那不要幾顆 很棒 3顆 3顆 球 球球 對 壓過你 可以 所以你們離今天的金美好禮 比較靠近 真的 靠動 接下來要進行的提醒是 選擇題 是 要繼續一起來搶分 來 選擇的禮物 第一題比較特別 你看我們道具都睡好了 請兩隊各派出一位代表 我就要派兩位男生 因為男生真的很少接觸這種東西 真的 我們家的衣服常常都是 曬到後來穿上去的時候 我兒子就說 媽媽為什麼後面塗一個 因為都會曬到衣服都會這樣 快一點 對 對 然後領口不對 然後就是很奇怪 太棒了 所以我覺得要邀請兩位男生 既然是你老婆說的 那就來了 沒問題 加油 兩隊男士 幫我把分數要回來 沒有那麼難 我們第一題這個試探題 要幹嘛 就是 洗衣機裡面有洗好的褲子 30秒之內 把你的褲子曬好 到底誰晾衣服的方式 可以讓這件褲子乾得比較快呢 乾得比較快 計時開始 乾得比較快 這誰的褲子 加油 加油 有甩一甩感覺很厲害 來到底要怎麼選擇嗎 是對的嗎 等一下可以 Ben哥 有點流汗 流汗 好緊張 就這樣嗎 頂多 頂多在 8 7 6 5 4 3 2 1 好 時間到 不一樣 夾都完全不一樣 沒有 它那個是在接雨水的 沒有 什麼接雨水的 那個是在接雨水的 不這樣子 如果是下雨天 你以為你的不會濕 可能比較不容易濕 我們來讓專業的安琦老師 來為我們解答 如果說要以接近正確度來講的話 是 燕家比較接近 比較接近 比較接近 不是正解 OK 不是正解 因為我們的題目是說 要怎麼樣可以快乾 對 首先我們就來看說 你的褲子有沒有口袋 如果有口袋的話 像這個有口袋的話 我們建議就是要反面 要翻過來 對 對 要把它反面 對 反面過後 厚的 口袋都在外面對不對 對 接下來燕家做得對 就倒著亮 對 真的是倒著亮 倒著亮 為什麼倒著亮 因為倒著亮你的口袋的地方 是不是就攤開了 對 攤開了 所以這邊是比較通風的 對 那剛才 阿Ben有提到說 那褲管的問題呢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選對工具了 然後就是把褲管的地方 把它夾開 是 就可以利用三個 三個或兩個都可以 三個 其實這個夾子就很好用 對 可以不用說它衣架的部分 對 然後就是可以讓它 褲管是整個通風的 對 然後口袋的地方 這個地方是攤開的 看起來就很涼 像如果說是西裝褲 或者是沒有口袋的 你不需要翻面 對 你一樣就是把它倒著 然後夾的時候 你可以稍微用 因為西裝褲基本上都比較快乾 對 吃掉的關係 所以不需要特別去做什麼 桶狀的處理 但因為西裝褲 你可以用這樣倒夾的方法 就是可以利用那個水的重量 然後把你這個褲管 因為西裝褲都有線嗎 有那個折痕 對 你那個褲管的 那個水的重量是往下 所以你這個折痕 對 都會在 然後你又不用去特別燙它 真的是家事達人力 可以試試看這些方法 太棒了 謝謝安晴老師 太棒了 今天競爭超激烈的 真的 第二題 請問關於洗內褲 哪一個敘述是正確的 一 中性洗衣機比較能夠洗得乾淨 二 用漂白水能有效除菌 第三個選項 手洗比用洗衣機乾淨 請選擇 來 每天都要對 就是洗內褲的部分 因為內褲髒 也只是因為接觸到我們底部而已 所以基本上 只要直接用手洗搓乾淨它就好了 甚至很多就是 醫生是不建議我們用洗結晶的 因為怕我們洗不乾淨 會殘留 反而是 洗衣機必然重要 它大麼重要 就讓它洗更重要的外衣就好了 內褲基本上穿在裡面 我們穿多髒 我們出多少汗 我們自己知道 我們就用手搓就可以了 這位太太 妳是不是有點帶情緒的跟妳搓 妳要不要等妳答對了之後 再來講這一句 不是 插頭對 都是惡狠狠的 對 眼睛 雞肌固然是 但是我們有些 我以為有在出力在洗衣服 我們觀眾也已經看一下 妳剛剛褲子曬成那樣 好 妳說的 妳說的 一對答案是三 一對答案是一 哪一對答案是正確的呢 都搓了 好 怎麼可能 真的假的 張醫師 漂白水除了可以去製 它殺菌能力也是很好的 是 之前要小心就是說 有些漂白水是含濾的 濾對我們的呼吸道 對我們的皮膚比較刺激 要小心殘留的問題 要洗乾淨 一跟三是錯的 中性的洗衣劑 比較不傷人體 我們的人體最適合的PH值 是比較接近中性 中性的洗衣劑 它比較沒有辦法有效地殺掉細菌 尤其是內衣褲上面 因為內衣褲上面很容易沾到 蛋白質 蛋白質你容易繁殖細菌 所以你如果希望能夠把 內褲上面的細菌 盡量洗乾淨的話 最好是用偏鹼或偏酸的 洗衣劑是比較好的 對 偏鹼 至於三的話 手洗還是沒有辦法代替機器 因為手洗你有一些問題 第一個 你的清潔劑不容易 洗衣劑不容易沖得很乾淨 第二個你如果擬不乾淨的話 去擰它擰不乾淨的話 它會潮濕 又長更多的細菌 真的嗎 真的很困擾 我們身為女生 那你洗一洗光洗一條內褲 好浪費 對 這樣好浪費 擠到七天一起洗 又很多新人 要很多新人 可不可以請安琪老師 告訴我們一個 徹底內褲洗乾淨的SOP 對 其實內褲的清洗 最重要就是所謂的潛處理 通常我會建議就是說 我們的內褲 你可以加一點我們的洗劑 就是我們一般的洗衣精 稍微戳一下 如果說你覺得有些黃字 你覺得好像感覺不乾淨 你想要用漂白水 我們的漂白水 除了用綠的這種漂白水之外 還有比較屬於安全的 例如說是所謂的氧的漂白水 雙氧水那個氧 氧的漂白水 它是相對溫和 對 或者是說那種漂白粉 過碳酸鈉 化工原料行有賣這種所謂的 氧細的漂白粉 然後再加30份的水 溫水去融了之後 你把內褲 搓洗之後稍微去浸泡 浸泡15分鐘之後 就丟到洗衣機洗 對 那內褲其實可以洗衣機洗 你可以跟淺色的衣服洗就好了 你不要跟襪子一起洗 像有些女生的內褲材質 比較柔細 會覺得這樣洗會被拉扯什麼的 我會建議大家 你可以準備這種小的洗衣袋 小的洗衣袋 那你就可以把兩件到三件的 像我這個袋子比較小 其實大概就放兩件到三件 然後再加這個洗衣球 然後內褲跟洗衣球 一起放在洗衣袋裡面 就把它丟洗衣機洗就好了 那它洗衣球的 手搓揉的效果 對 它這個球的功能就是在裡面 它在裡面滾 其實也是在搓揉你的衣服 對 所以內褲的話 就可以用這種方法來做清洗 會比較乾淨 了解 明白 謝謝老師 下一題 請問 清潔衣物時水溫幾度 最能發揮洗淨效果 1 30度 2 40度 3 60度 321請選擇 還想誤導她 對 沒有聽到 我在給妳暗示嗎 誰在給妳暗示 我現在在民視 好 果果 因為我有一個最大的印象就是 我每次一洗完衣服 要去晾的時候 摸到都是冰冰的 所以應該溫度不會太高吧 應該說摸到的時候 不會覺得燙 所以應該是30度 人家一開始她就說 相信我 我覺得是30度 然後就相信她了 沒關係 因為我覺得30度是因為 它 我之前不管是 在網路上看的報導等等 他們都說要用溫水 其實溫水的話是最能夠 幫助一些 去除一些污質 物質的等等 但是如果溫度過高的話 又會破壞掉 衣服本質的一些材料 材質 所以說其實30度 它其實並沒有很冰 但是它也沒有到過熱的階段 兩對單都是1 它們當然是否正確 它是40度 什麼度 差一點 差一點 差1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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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沒有堅持 我原本要選40的 你沒有堅持 但果果說服我 不同的水溫 其實有不同的清潔效果 一般至少要30度 因為30度才可以完全地 把洗劑給溶解 特別像洗衣粉 如果沒有完全溶解 常常我們洗完就發現衣服還有白白的 這個冬天比較容易發生 所以我們可以選擇一些 智慧型的洗衣機 就是幫助我們的水溫 可以控制在30度 因為像剛剛果果說 有時候洗完冰冰的 可能是因為我們的洗衣機 沒有控制我們這個溫度 這樣洗劑就可能沒有溶解 40度其實是最好的清潔效果 是因為40度就可以開始 活化我們洗劑的酵素 這時候就可以徹底地把一些 污垢還有油脂給溶解 這樣我們洗完的衣服才不會 放久了會泛黃 因為會泛黃常常是 沒有徹底地溶解 久了就會泛黃 甚至可能還衣味都還在 所以還是要建議再高到40度 這樣才可以徹底地 把一些污垢給溶解 如果是要除去跟防滿的話 是建議要提高到60度 因為如果有些人皮膚 比較容易過敏 然後也怕你衣服 有接觸到一些病菌的話 可能就要再調高到60度 如果洗衣機沒有辦法這麼高溫 我們就是可以洗完衣服去烘乾 因為烘衣就有達到這個高溫 不過還是要注意一下衣服的材質 好 下一題請問 衣服第一道醬油哪一種處理 有助於去自 一 局部塗抹洗碗巾 二 局部塗抹洗衣巾 三 局部沾水擦拭 請選擇 兩對單都是一樣 幹嘛學我們 翔克妳們問我 我先講好了 因為我好像有看過人家 比較有教學 就是因為醬油裡面 有含一些顏色 所以滴下去的洗碗巾 它可以有效地把油水分解 到時候你再去洗的時候 它就很快可以洗掉 對 好 兩對單都是一 她們的答案是否正確 可以 來 陳恩齊老師 醬油本身它不是只有水 它還有一些顏色 所以它可能還會 含有油脂 你只有水的話 其實它只會讓它更擴散 對 因為醬油會有顏色的問題 所以水就不行 另外第二個是 有人會覺得用洗衣精可以 但是洗衣精還有一個問題是 現在很多都做濃縮的 這種濃縮洗衣精 如果你碰到衣服 你的衣服如果有顏色 它可能會局部褪色 對 太強了 對 因為它是濃縮的洗衣精 對 甚至有些做什麼護色功能 等等之類的 然後會強調說你衣服洗得會很白 所以你如果是濃縮的洗衣精 直接接觸到衣服 有可能會有局部褪色的問題 所以正確答案是1 而且還有可能會局部增色 我以前也有這樣試過 真的嗎 白色的T恤真的滴到醬油了嗎 我就真的用洗衣精上去 那洗衣精是藍色的 就是 然後就那一打 醬油顏色不見了 沒有錯 但是變藍色 這樣會 因為濃縮真的是 因為還有綠色跟藍色的那種洗衣精 酷 他要放閃 這個 好了 最後一題來搶分了 請問 和哪種疾病感染者 共用洗衣機 不用擔心被傳染 1 阻險 2 解瘡 3 性傳染病 請選擇 請選擇 來 溫哥 果果 果果有一番見解 果果絕對是3 因為我覺得這些其實基本上 它都有傳染的風險 但是性傳染病應該是 它又特別指性 應該就是 性白就是需要一定的途徑 才能傳染吧 我們來看看隔壁怎麼說 我自己覺得 祖險跟戒瘡應該都是 對 性傳染病是接近有 血液 血液偏蛋白質 如果今天的洗衣精裡面的溫度 夠高的話 它其實洗掉之後 它蛋白質是會 血會被破壞的 專業 所以可能不用太過於擔心 他們當然是否正確 我覺得瘋可 很會唸書的感覺 對 我今天看對了 看對 這三個病裡面 最不用擔心的是新傳染病 這裡面傳染力最強的 其實是 戒瘡 戒瘡是戒蟲引起的一種 皮膚接觸的傳染病 可是一直到現在 還沒有辦法完全排除 就是說它會不會因為衣服跟衣服之間的接觸 被感染到 因為戒瘡的傳染能力真的很強 所以先的建議是 如果說有得到戒瘡的話 它的衣服要分開洗 而且要用60度以上的熱水洗 才可以有效地真的把 傳染的疑慮排除掉這樣子 那香港腳的話 香港腳你把你的襪子 跟有香港腳的人的襪子 一起洗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你只要記得用洗衣精就好了 可以消 香港腳不太容易因為 我們共用同一台洗衣機傳染到這樣子 它通常還是存在你自己的鞋子裡 太棒了 解惑 所以堅哥要恭喜 全部都要對打對的兩題 每天都要對打對三題 第三的局面 天啊 最怕又抽到籃球 對 好籃球 你就是抽我們吧 對 會中一顆就會中了 丟那麼多顆是要幹嘛 好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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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抽到籃球 我真的是哭 我抽籃球吧 會中一顆就中了 籃球 紅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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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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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球 對 每天都要對 紅球 紅球 憲哥你也可以用 對 我也可以用 好厲害 你有沒有考慮要感受 今天真的非常謝謝醫師跟專家 還有這個各位 跟我們分享這麼多 寶貴的洗衣知識 資訊 那也希望大家更懂得 聰明洗衣 把衣服洗乾淨 身體才會健康 記得持續守定我們的 醫學大聯盟 下次見 Bye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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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 謝謝 可以…